黑衣男子站在路邊 和警方僵持不下 男子一眼不發 不停嘗試拖延時間 不過警方早就發現 他不對勁 男子口袋一掏 果然發現三個夾鏈袋 裡面裝了1.56公克 甚至還有麻醉煙油 以及俗稱僵持煙蛋的 新興電子煙蛋 甘燃遭藍茶石 身心緊張且滿頭大汗 並且手瓶擦口袋抽柔 訓後全難移送 士林地鐵署偵辦 原來就在這個月7日 男子招搖騎著改裝機車 遭到檢方難查 結果態度太心虛 這才暴露 另外心虛自爆的還有他 這是你的喔 朋友的 朋友的 這是什麼名字 男子把車輛 未停在路邊紅線 迎來遠景關注 馬上發現有異狀 你們車牌怎麼跟車身不一樣 車身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男子被問得支支吾吾 因為這個車牌 根本就是偽造的 還是你的嗎 還是別人的 貼的 貼的 貼牌的 最後他犯行暴露才坦誠 是因為之前違規遭到扣牌 一時貪圖方便 才購買偽造出牌使用 不過已經觸法 被移送法辦 今天台北綜合報導